九谷烟夜叹家庙 你瞧他这一步睡啊 还歪打正筹了 哎 虽然叫老夫人把他捉住了 乔帽是一点也没害怕 在这一会儿啊被捉了 比根彪那时候啊 让人逮着 他是多了 因为什么他知道这会儿赵化龙啊 嗯 给推到屋里来 老太太就要把他给交的钱债去 乔帽一看那麻烦了 您等等 怎么我这可是为您儿子来的呀 哎 于昆闯闯了大祸了 他在山上 无端的压着两个人 而且他结交了江阳大道 有个暴走老人呢 结了这个标银二十万两 连银子带人都在这呢 我这是为他好 乔帽虽然是保镖的标师 但是我也是名门之后 我的先辈也是明朝做大官的 不过现在我不愿意提他了 你为什么 有辱门风 我流落江湖 口汉不提张南勇 说那没什么意思 这次我跟赵化龙到这儿是怎么怎么回事 刚才他说的那些啊 老太太没太动心 一提这个赵化龙 老夫人想起来 说我儿子要好的朋友啊 啊 那么如果说我的孩子真做了这些事 你敢跟他对质吗 我当然敢 那好 把他往城松开 让他坐在里屋这儿等着 去 叫我儿子到这儿来 白乔帽 给推里屋去了 把于坤给叫来了 于坤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当他来到屋里这么一看 老太太满脸怒气 母亲叫我吗 没理他 不知叫我有何吩咐 你好大的胆哪 就这一句话 吓得三手金龙扑通一下 跪下了 老太太这才问他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母亲面前啊 这么敢撒谎了 说确实 我这儿压着陆氏父子 陆锦彪在这压着 因为什么 他上山来讨标 不容分说 这个人非常是蛮横 仪仗他的武艺高强 用他的黑沙掌打伤了我三家兄弟 就把金背熊 银背熊 铁背熊 兄弟三人 全都给打伤 怪不得呢 那个开水寨 迎接赵火龙 不是说有一个人 这胳膊就缠着 像负着伤势 感情弹势让陆锦彪给打的 我能不压他吗 压他还不算 我还打算把那于建平压起来 为什么 这个人也相当了得 因为我和这个结标人呢 涌过一面相识 在母亲面前不敢扯谎 为什么 瞒着您呢 因为您年纪大了 怕您分心 在家庙这待着 时间长了 肃经惯了 我不愿意来打扰您 所以没跟母亲来回禀 老太子这么一听 这都承认了 那好 请出来这位乔标师 把连笼打开 再找乔标师 没了 你说这多客气 怎么 瞧 你咋在这盯着 瞧 瞬后窗溜出去了 他没跑 他找救星去了 找那畅花龙 我说赵爷 起来吧 把赵花龙给推起来 来回直晃 这赵花龙 这一大叫睡得醒了 这酒醒了八成了 啊 瞧心地 什么时候了 什么时候了 天都快亮了 什么时候了 您还这睡 我这差点啊 让人家用山规宝给处置了 赵花龙听怎么了 你闯什么祸了 这是又这么这么回事 话还没说完呢 老夫人派人来请赵花龙来 啊 赵花龙一想 你看怎么样 怎么 光要人了 说话了 没给老太太请安 这是不对的呀 这赶忙 有打这偏债就出来了 让乔茂 你在这等着 乔茂一听 我哪能等着呀 你不知道 我跟老太太见过一面 你俩聊了一气了 赵花龙一听 什么时候 跟老夫人那去聊去了 你这怎么回事 你那醉得稀里糊涂 什么也不知道 我要不出去转悠转悠 你还想要路锦标 你等着吧 这回大结果了 赵花龙也没明白 跟着他来到家庙这会儿 见老夫人上前 上前十里 老太太太看 伸手相掺 哎呀 原来是画龙贤职啊 快起来 快起来 那什么时候来的 我不知道 你弟弟做了什么事情了 他也瞒着我也没让 我知道这个事 要知道我早就把 这陆氏父子给送下山去 现在说实话吧 你大哥也在这儿 到底怎么回事 三手金龙啥眼了 就怕母亲干预 果不其然 这老太太这一说 自己长这么大 从来没敢在母亲面前 撒过一句谎 就实话实说 那暴头老人 确实上我这儿来过 他想落脚在太湖岛 我没敢收留 他也确实有些银子 要寄存到我这儿 我问过他的数目 他没说是怎么来的 这银子 赵华松一听 贤弟呀 这跟你说没说多少 大约不下二十万两 那就是这笔钱 那最后怎么样了 最后他说了 说想把这笔银子 就白白赠送给我 我送给你 你不是反清复明吗 你不是需要这个军需吗 你正在用钱的时候 你的小小的太湖岛 你就再宽裕 你也不能跟大清国来抗衡 你没那个力量 所以我把这几十万银子送给你 你打些兵器 造些船只都可以 可是我没敢要 这银子来路不明 我就把他给知道 这飞云岭去了 说现在这人是不是在飞云岭 落没落脚在那 是不是把银子盘上山去 那我就不清楚了 老太弟弟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你赶快把陆锦标放了 虽然用掌 掌伤了你三家好汉 你的三个兄弟 那么人家是讨标心切 冤家一姐 不能再提这事 不但这档子事不提了 你还得呀 跟随你大哥赵华龙 协助于建平 找这标去 我不管他什么暴头老人 什么老人 你不是跟他见过面吗 你就只给于标头也好 说这人就是 你就算行了 这才是啊 我这个于家之后 你才够得上 是一个当今的义士 不然的话 那你就善待 这杰标银的 不管它是怎么回事 与咱们没有关系 咱不能裹活到这个江湖道中去 于坤一句话没敢反驳 赵华龙知道兄弟从小孝顺父母 这样吧 别太难为我家小弟了 老娘亲如果能够把这个陆锦标给放 我就感激不尽 就不劳他呀 在什么出山呢 帮什么忙啊 这这这用不着 我们可以到飞云岭去要这人 这都好办 于坤瞅了赵华龙一眼 暗暗递了一个眼色 那意思大哥 母亲的脾气你能不知道吗 他人家这么说了 我就得去这么做 不作为不孝 惹他人家生气 那还了得 那我对着去谁呀 我还想复明啊 连家务事我都闹不清楚 母亲的话我都不听 那我在外面怎么为人呢 谁还理我呀 这是最大的个事情啊 您就不用管了 我愿意奉陪诸功 上一趟飞云岭 可能你们呢 和陵云岭递不上话去 我倒可以 我还不是夸海口 陵云岭这人呢 特殊 他脾气秉轻和谁都不一样 他曾经到这来找过我 要想山倒合并 和那个飞云岭合道一起去 他想投到我这来 我不知道他的来历被我蜿蜒谢绝了 可是我们两个人交往还算可以 当然不像我与赵仁兄这样的交情 那么我可以探探虚实 你们诸位说不上话去 因为这个 这陵云岭这人是翻脸无情 翻脸不认人啊 巨人就别人跟我说 这是道听途说呀 就说抱头老人到过这个飞云岭啊 而且这陵云岭曾经 拜他为师了 要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事还不好办了 怎么 人家好师徒如负责 那真要是 这师徒两个人携起手来 我倒不是小看这个余彪徒 他想娶飞云岭啊 那谈何容易 起码我能到那儿给做个眼线 这太难得了 求都求不动啊 乔茂和赵化龙啊 给老夫人磕了个头 多谢你老人家 要不是您这番话 您这个儿子 他是不会出山的呀 那现在 这这余岛主怎么样 忍气吞伤 自己那几个兄弟 被人家长给打了 打伤了 这都养多日子 这都不能提了 还得把陆氏父子给放出来 把陆金标给放了 陆金标愣了 怎么 他没想到 怎么想也想不到 乔茂能来啊 你喝 这不是乔标师吗 不才 就是余夏 这个我知道 陆毅市有难 您有难 但我不打救 谁打救啊 我是特地前来 祝您一臂之力啊 黑沙场苦笑一声 怎么 难得我这身功夫啊 没想到 让乔茂给救了 这都哪个哪儿 这都是 赵化龙一看 咱们先别开玩笑 咱们得找个时间地点 这不是咱那震通标局 回到咱海州去 咱们起洪全行 这在这儿 咱们得绷着点 你这这多不殆劲呢 那贤弟 你怎么样 你们几位要着急 那就先行一步 我给被船只 把你们给送到汉岸 然后背马皮 诸位回去 可以见余标头 如果要不着急 咱们可以一路同行 最好的办法 是你们几位啊 回海州 我呢 一个人省得啊 被这个凌云燕 他的耳目发现 是这些 好吗 太古道道主 出山了 跟于建平合到一起了 这俩就麻烦了 那么我愿意呢 到前面去给探听探听道路 风山开个路 御水叠叠桥 我就管点这事 赵化龙一听 哎呀 贤弟呀 这我就 非常感谢了 你我兄弟多年了 多年至交 我也就不说客套话了 只要咱们能把这标要回来 救了胡孟刚 这就是 大事一了 那就算行了 胡老标头啊 是一个重义气的人 他会感谢贤弟你终生 哎呀 这用不着用不着 赶快 这背传 卢金彪还一点不吭糊 怎么 你别看把放了 我把你人给打了 放了不是吗 应该放 早就应当这样 瞧猫一看 行行行 咱别跟人这放份的 咱走不走 怎么 再打再打不过人 你在这会儿 你看你到底叫人给困起来了 你这这这这 这要不是 那海底巡真给送个信 于建平还不知道呢 你还在这找什么乱呢 这回感谢谁 就感谢老夫人 没有老太太这番话 于刀主啪一番脸 咱谁也走不了 算了算了算了 哄 用船很隆重的 把这些位给送出去了 他们去州 登岸 马匹早就给准备好了 这些位好 高呼兴兴 打不扬边回来了 于建平还哄 这去的马里回来得快呀 还得说赵贤弟呀 哎 瞧猫一看大不假 虽然说赵化龙啊 跟这个于刀主是老交情了 可但是呢 我到那 不能埋没 瞧贤弟你的这功绩啊 对对对 好 我说 陆老弟 你受惊了 陆锦标有点不好意思 怎么你瞧我这二路 人家第一路 鸿蒙刚着急上火也好 人家没出什么事 我这好人给扣起来了 这这得亏有一好管闲事的 这这这位给送了个信 不然的话 我再那压着吧 以后于德哥还不定怎么想呢 说我怕事逃避了 你这怎么快说的 行了 现在人家三手秦龙都出了山了 准备要助咱一臂之力 于建平听了 咱就鼻子这耽误了 赶快起身吧 可把你们判回来了 大家偷到一起只留下了 一个人 让戴永青流到这个海州 这个看守这标局 就是做一个后勤吧 那有个人呢 来人有个接待呀 陆陆续续 这些英雄都往上杀 谁来了告诉人家一声 我们现在在哪呢 好戴永青 看您就放心吧 这些事就全教我了 诸位呀 但愿得诸位是 旗开得胜 马到成功 这给打给陆费银良 众家好汉 楚温都上了马 打吧 杨宾 就问飞云领来了 是谁也 飞不过连水翼 这个白家老店去 到这会儿准得这 打打肩 住住脚 白岸伦高兴了 嘿嘿嘿 这回醒了 怎么 你看看 非得是把余彪头 给惊动出来 这回您亲自出马了 大事就一样 这所有事就全好办了 我也知道 诸位大概要来 这些日子 生意也不太好 我一气之下 休息了 这店门呢 我关起来了 告诉这个 这个这个过往的客商 我这修理内部 暂停营业 先不干了 这不诸位来了吗 咱我就会 给大家这么一个方便 可他这热情款待 余建平很感动 怎么和白岸伦没有深交 人家是开店的店主 当年也在江湖待过这么几天 可是这次自己丢了标 也算自己的吧 虽然是鸿蒙刚丢了标的 自己连标题都搭进去了 白岸伦跑前跑后啊 这这这来来往往 这这迎来送往 吃喝存在 人家找谁惹谁了 白仙帝 只要把标银找回来 结标人捉到 我一定要好好的 登门来 谢谢 哎呀 你这说的哪里话来 余老标头啊 怎么 我要能为标局出点力啊 我还是最大的欣慰 和大家这热闹 推杯获展呢 高兴无比 早点安歇 明天一早 打过肩之后 咱就得奔飞云岭了 哎 这路途还挺远的 早点歇着吧 这这这大家都安歇 余建平呢 就在东跨院 哎 身边呢 只留下一个弟子 睡在外屋 余建平老标头呢 睡在里屋 哎 这大家 这这 这吃饱了 这可应那句话 吃饱睡得着 因为什么呢 这些位 还有什么担心的呀 哎 这一位散一位啊 武艺高强 住在这店房 不会有事啊 天道三更 忽然间呢 就在余建平 余标头的这个 后窗户那 刷了 贺颖这么一闪 嗯 惊动了 余标头 余建平 说句不客气话 睡着了 他也被别人清醒 因为他心里有事 睡得并不那么踏实 直接轻轻在那窗户拉开 尤打外边一纵身 跳几个人来 这人是身躯来小 很瘦啊 手里都滴着这兵人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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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到了床前 到余标头这个床前 举刀就 余建平 一定要翻身 就咔咔一下 这刀就劈空了 余建平一抬腿 咔一脚 一下 把这刺客给踹倒了 外屋听见动静 点起灯笼 叉 跳灯这么一看 连余标头 带他弟子江少杰 全都愣住了 怎么 这刺客奇怪 是一个十几岁的 小女孩